刘仲敬 杨茜茜 杨茜茜 谢谢穆扬 大家好 欢迎各位来到这里 我知道今天还来了一些 我们的前辈吧 我真的非常荣幸 首先呢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在九十年代呢 有一部美国的电影叫做 《The Truman Show》 他们中文翻译成 楚门的世界 请问有多少人看过 好 数量不多 那我就简单地描述一下 这个电影讲的是有一个孤儿 刚出生就被一个电影制作公司收养了 这个电影公司想做一个真人秀 那从此以后 这个人的一生 就是按照导演的意图在走 他的家人 他的同学 他的邻居 他的朋友 他长大后做什么工作 全部都是导演安排的 他生活的那个小城镇呢 就是一个超大的摄影棚 甚至于每天的日出日落 刮风下雨 都是导演安排的 那回到现实生活中呢 我们每个人的命运都是不一样的 那是不是我们每个人的人生 也是由我们不知道的导演安排呢 在中国古代呢 有许多导演书 比如说马前客啊 推背图啊 其他国家也有不少 那么他们对很多历史事件的预测 都是非常准确的 那么这些历史事件 是不是很早就是安排好了的呢 在很多年前呢 我曾经对周易 学习了将近十年吧 我发现 世上的人和事 都是按照一定的规律在走 在发展 那么这个规律 是不是也是安排的呢 以前呢 我很喜欢探索这些事情 我于2001年呢 我来到美国 刚好新唐人电视台成立 这个电视台的宗旨呢 就是真实报道 独立感言 恢复和弘扬 中国传统文化 这些呢 都非常符合我的理念 所以我就毫不犹豫地 加入进来 在过去十几年 制作不同的节目中 我和张天亮博士 有过多次的合作 他的很多观点呢 我都非常认同 特别是 他对历史的深刻研究后 所树立的独特的大历史观 与我刚才提到的 我认为世上的一切事和事 人和事 都是按照一定的规律 在走这种认识 不谋而合 那张博士呢 想通过讲史 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那我们新唐人电视台呢 也一直在致力于 恢复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所以一拍即合 笑谈婚姻这个节目 从此诞生了 在当然节目的制作过程 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特别是在刚开始的时候 人力和资金都非常有限 我们常常需要熬夜 来感知节目 张天亮博士自己也是非常辛苦 他的工作非常繁忙 一周只休息一天 他是利用业余时间 来跟我们合作这个节目 所以为了感知这个节目 尽管张博士跟太太的感情 非常深厚 他还是专门选择 跟太太在不同的休息日休息 这样的话 他就可以在休息天安静地 静心准备这个节目 笑谈风云这个系列节目 到现在已经是第五个年头了 这么长时间能够坚持坐下来 跟我们广大观众朋友 对我们的支持是密不可封的 我们经常收到很多观众朋友 对我们的鼓励 对张博士的赞誉 还有支持和购买我们的正版产品 使我们节目的质量 能够越来越好 我真的感受到 弘扬我们的传统文化 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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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